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工作流程大概就是5点半到班 到班之后就要到柜台去负责行机的开台旅客的化位 那这个人力配置大概就是每天起降的就是两架738 738一个它满载是158人 然后一架ERJ是104人满载 那在这个尖峰时段几乎天天都是处于满载 那满载的状况之下我的柜台同仁可能只有6到7个人 要去负责这400多位旅客的书运 书运完急急忙忙之后 又要赶到登机门去负责旅客的登机作业 登完机我们要送资料上课仓 跟组员队完之后才能关门 所以这几乎就是一个人饰演了4个角色 就是因为像我们国内线化位的部分的话 像过年或者是国定假日 然后特殊的节日都会有加班机 但是因为我们人力不足 所以我可能早上6点就坐在柜台 然后为了要补足人力不足的方面 它公司就会强迫我们去休息 你没有办法选择你只能去休息 然后拉长你的公司 就等于我几乎一整天的时间都耗在公司 而且我中休的时间 我是没有任何津贴跟薪水的 我们跟华航有一个很大的差别 就是他们8个A 好像劳工法就是规定4个小时 里面要有30分钟休息时间是喊在里面 所以华航他的梯就是运务人员 他有一天只要工作8个小时 8个小时里面已经喊一个小时的休息时间 而且是有算钱的 然后我们是8个小时 我是华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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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共平正义 各位朋友大家好 我是华兴航空的就是所谓修复的技术员 沈子瑶 那今天就是在这边想告诉大家说 假设以华兴航空的技术员来讲的话 今天我做了5年 好不容易拿到了就是所谓的修飞机的授权 我最多最多最多上线就是两万八 没有听错两万八千块 那如果是在华航呢 你上线可以到六万三 那我觉得这种不平等待遇实在是 如果我们不需要公司的施舍 可是你真的太夸张了 先生帮我们讲一下啊 您刚刚说到您的一个月月薪5到6万 那以您的年资在华航 这样照比照来讲大概差了多少 我关于这个问题 因为目前我的年资是18年 18年的话在华航基本上同职等 同职位同营资的庄长 或者他们叫做客舱经理 他们的底薪大约是在四万三千块 而我本身是两万九千左右 我只关于这个差距就差了非常多了 我再看另外一块最近刚调整的彩女津贴 每小时五块的部分 在华信的计算 是到国内线 国内线的过夜一个晚上是三百四十块 一个晚上 对那在国际线上才有算一小时三块钱的今天 而在华航呢 是每一个任务从报道到暴离为止 全部中间算每个小时五块 光是这一个差距可能就会有好几万块的那个差距出来 那你为什么要待那么久 我为什么要待那么久 因为我爱这个公司啊 留下的原因 其实在华信航空我们的工作气氛都是很好的 我们因为我们的员工数少 所以我们大家彼此的感情其实都很好 所以我们的离职率其实非常的低 我在这里其实大家可以想象的到 在我们在母公司 华航公司里面 都可以这样受到这样子不停的剥削 不停的那个恶 去恶意的这个去降低这个劳动条件 但是呢 那我们就想一想这个现在华信这边 它是我们的百分之百的子公司 你想想看这个情况 绝对是剥削绝对有千百倍 更惨更惨于我们母公司 那我就举一个 其实我们现在的例子来讲就好了 我们的主要的诉求 一直都是反对八十四之一哦 其实我在这边要讲的是 以华信他们目前空服员的航线来说 他们都是国内线 根本不需要用到八十四之一 今天你在国内线 台湾本岛离岛这样的背 根本不会超过十二小时 但是公司却要把他 硬要逼他们签八十四之一 硬要去签这个 奴工条款 无限延长的公司 这是非常不合理的一个行动 所以我们要在这里站出来 我们来挺我们的华信企业工会 也同样挺我们 同样是华信空服的兄弟姐妹们 我们在这里喊一个口号 公平待遇 废除八十四之一 废除八十四之一 谢谢 各位华信的同仁 以及各位有会的志愿者 谢谢你们来支持我们华信 因为我们这些老公都是很可怜很低薪的一族 今天华信站在这里不是一天两天所造成的 在这里的华信员工 在这里的华信员工 我们就开始在喊着我们要整合 我们要把华航集团做大 但是十五年来空有口号 连华航集团的对手长龙航空 他们讲述要改革三年完成 那华航集团呢 那华航集团呢 行的十五年 整合在哪里 所以华航集团最大的笑话是 只会嘴巴讲 不会实际上的来做 那今天 今天是我们争取同工同仇 要求合理待遇的新闻记者招待会 因为今天的我们的六大诉求里面 第一同工同仇 华信航空与中华航空 为同一个集团内的航空公司 不应有落差 二津贴比照 华信航空所有员工津贴制度 比照中华航空给予 包含地勤津贴 代理津贴 地勤差旅津贴 空情人员差旅津贴 风险今天 激务随机今天 制服洗涤办法等 自2016年8月1号实施 因为刚刚 我们公会的理事长都已经报告了 所有在华信谈诚的事情 到了补公司董事会 一口气打下来 到了最后连协商都没有办法进行 因为 因为资方说 反正 我没有取得母公司的同意与授权 我也没办法跟你谈 所以上面的打下来 下面的不推上去 这是一个互相推稳 卸责踢皮球的过程 都会已经忍受这个踢皮球的过程 至少五年以上了 盘董出来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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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郑俊妍 范青亚 那个拿手板的 手板 人在手板前面 手板最后往墙壁 想看两张帽子 不要动 哈哈哈 各位 我看两张帽子 公平待遇 公正文化 公正文化 公平待遇 公正文化 公正文化 这个吧 孩子赶快弄我不要动了 然后请我们的会员站好 没有办法挤进来的会员没关系 在今天2016年7月12号下午2点 公会与公司所招开的协商会议完全破裂 在第一个项目里面 我们要求同工同酬 2016年12月1号完成 他都没办法答复 说他做不到 他这个是很笼统的东西 试问 这些东西不是只有我们这个月才提出来 我们已经提了五六年了 但是资方永远就是推推推 不然就是装死不知道 所以很难过的今天跟大家讲 我们协商破裂了 那我们就按照我们劳资争议的办法里面 我们要开始合法的做我们的劳资争议处理 不包含我们所谓后面的要罢工 我们要集体休假 所以我们公会正式宣布 中秋节我们要合法的休息 明年元旦我们会要争取到合法的罢工 谢谢各位 华信公会春节罢工 华信公会中秋休假 华信公会春节罢工 华信公会春节罢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